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 周五的美国股市是暴跌的状况 因为美国联整会的主席鲍威尔 在Jackson Hall的谈话里头 明白了表示 美国联整会将不惜任何的代价 经济衰退 他也不会考量 一定要把通膨的目标 达到联整会需要控制的2% 而现在的整个通膨是8% 往9% 怎么可能到2%呢 所以他的话一出 马上美国股市全部都大跌 道成指数大跌了1008点 跌幅3.03% Nexus指数大跌了3.94% 涨越多的就跌得越深 S&P大跌了3.37% 一整周主要的大跌都出现在周五 但周四的时候就开始跌 然后周五的时候全面下跌 分别下跌了4.22% 4.44% 4.04% 在Jackson Hall的谈话之后 美元的指数当然更高 本周美元上涨了0.59% 黄金下跌了0.74% 相信上礼拜也将是强势美元的一周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最值得注意 它两次跌破了1比1 到周五的时候已经成了0.9966 在欧洲危机之前 欧元对美元是1.6对1美元 本周其他的亚洲货币对美元也都是贬值的 日元贬值了0.49% 韩环贬值了0.43% 新台币贬值了0.62% 人民币贬值了0.8% 今年以来对美元的汇率 日元整整贬值了将近20% 19.6% 韩环贬值了11.9% 新台币贬值了9.17% 人民币贬值了8.11% 来看一下本周的半导体 分别跌幅了5.71% 2.82% 三星电子跌幅了1.74% 理由是因为他做了新的宣布 待会我们在文献的世界财献中报 为大家报道 美国本周的科技股价 Amazon下锁了5.41% Apple下锁了4.61% 微软下锁了6.31% Tesla下锁了2.89% 因为美国降通膨法案里头 最重要的是扶植电动车 Alphabet下跌了5.77% Meta下跌了3.68% 就是Facebook 在原油价格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原油价格 本周继续的上涨 以前的下跌 其实主要原因是美国 试出了战略储油 而现在美国的储油的存备 已经来到了低位 所以没有石油可以再试出 加上烧地阿拉伯等 OPEC表示不会增产 他们希望维持石油这个价格 使本周的石油价格分别 都上涨了2.52% 4.41% 天然气更是大涨了38.94% 因为全球北半球 都是干旱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 文倩的世界 蔡英哲邦 X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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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